嗨,我是娃娃 其实之前我是想要分享爱情的 但是我还没有讲到真正想要分享到爱情的时候 我的时间就到了 所以我今天想要自己多补充一个关于爱情的东西 好吧 我觉得那个 上次有说到嘛 我觉得在生活里面要保鲜 那我觉得爱情里面要保鲜有没有什么方法 娃娃有没有什么方法 你跟我们分享啊 你可以说吗 我跟你讲爱情 没有人就是拿一本书给你 你读这本书我给你保证绝对不会吵架 没有这回事 怎么可能 对不对 我不想讲什么良性专家这种东西 反正我觉得爱情就是太难搞了 它没有规则 然后也没有人就是说一定可以怎么样 然后就会怎么样 但这就是爱情怎么样迷人的地方 我讲这句话我可能讲了186遍了吧 对啊 好 那如何让爱情保鲜 我觉得味道很重要 因为呢 我觉得 味道这件事情它是可以锁住记忆的 像我每次出国的时候啊 我如果在那个国家 然后那个城市闻到了一个新的味道 然后 我如果再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 然后再次闻到那个城市的一个可能香水味 或是沐浴的味道 我就这样 是纽约 是哪里 是法国 对 我就是一个 很喜欢收集味道的人 但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是一样的 不然怎么会香水 全世界的香水都卖得这么好呢 那我今天 我们不讲香水好了 我们可以讲 纯露 有很多人会使用精油嘛 我等一下要分享一个精油 但我觉得纯露也很好 现在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已经有小孩了 所以我觉得小孩在用使用纯露的话 会比精油来的没有那么的强烈 因为精油算是非常的强烈 有些其实有一些婴幼儿是不太适合的 那我自己之前呢 像喝水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学没有味道 然后我就会把纯露加进去 我自己很喜欢纯露的味道像 有橙花 然后或者是我之前很喜欢 那个 有一个很像珍珠奶茶的那个叫什么 菩提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菩提 它可以让你 它其实 其实当然纯露它还是会有一些功效的 就是 它可以让你比较繁杂的脑袋 比如说你可能工作一整天 我觉得我 我实在是 我进不下来 我明明已经躺在床上 可是我的头脑里面怎么还有讯息 跑来跑去的 对 那你就可以 在睡前 可能一个小时 你可以喝一些 菩提 的这个纯露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好 那我要来分享我今天的这个重头戏咯 如果你就是有笔啊 纸啊 什么 大家可以拿出爱记 什么东西 对 就是让你爱情保鲜的东西 你就可能觉得 我们两个最近有一点吵架 不知道怎么和好 怎么办呢 用味道就可以和好 好啦好啦 是什么啦 好 今天要来分享这个一个配方 好啦医生要开药咯 这个东西叫做爱情灵药 我旁边有琴 我刚刚已经关掉声音是不是 好 爱情灵药 它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香水的配方 今天就在这边公开咯 好 要准备什么呢 有 檀香 的这个精油 还有广霍香 还有 肉豆蔻 还有丁香 还有 依兰依兰 对 很多人都知道依兰依兰是 催情的一个 一个味道 对 但我觉得味道其实是非常足弯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调调看 对 我忘记了是不是 好 檀香 广霍香 肉豆蔻 丁香 还有依兰依兰 很简单 就是各十滴 对 这几个精油 就是各十滴 然后不是直接涂在身上 不是 你要有基底油 因为基底油有分很多种 你可以选 比较没有味道的那一种 对 然后呢 就是 就是 7.5ml 对 基底油 7.5ml 然后再加上我刚说的那些精油 各十滴 这样总共加起来就是 10ml 对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混合 摇一摇 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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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 让所有的 那个 精油 然后跟这个基底油 可以混合在一起 然后你 就是 因为混合在一起 你隔天再使用 对 让那个味道融合的 好一点 OK 这个东西 有人觉得就是 意外的耐闻 可能你 有人觉得 丁香会不会 会不会有药味 对 我觉得很主观 你可以自己去挑挑看 因为这是一个 古老的配方 对啊 所以 可能这个 这个爱情灵药 这个配方 可以让你 找到 什么 桃花 爱情啊 然后 或者是 吵架之后 就可以迅速和好 或者铺倒 之类 什么 什么铺倒 好 这个爱情料的 这个配方 就分享给大家了 就是希望大家的 爱情 可以尝尝的 保鲜 好了 晚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